台湾游戏玩家和产业这几年在封什么 近几年来游戏产业已经不再走武侠中国风、格斗风 反而各家业者都以二次元游戏为研发或者是代理的重点 从2019年的台北国际电玩展可以看出来 一片的二次元游戏压境 到底二次元游戏是什么 对玩家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吸引力 二次元游戏的吸睛能力又是如何 让我们先游什么是二次元谈起 二次元原本代表的是小众文化 与现实世界有所区别 一开始主要的族群在16到18岁的高中生 内容多带有英雄主义、幻想情节 之后二次元文化再度分化 不少人把二次元的内容归类为宅、蒙、府为代表 不过随着二次元粉丝的成长、进化 不少二次元文化已经成为大众文化 例如已成为经典的作品海贼王、多拉A梦、七龙珠等等 我们可以由19到20世纪二次元文化的代表作品来看 这些作品几乎已不能说是小众文化 在发展为经典后反而都已经是大众能接受的产品 在二次元文化开始延伸分化之后 延伸许多泛二次元文化以及打破界限的虚实融合 包括真人电影、cosplay文化、动漫二次元作品 也走向音乐剧、舞台剧的表演形式 二次元文化侠强大的IP以及忠实粉丝走路游戏 也带来广大的成功 回归到游戏产业 中国在一片武侠风游戏退场后 二次元游戏兴盛 泛二次元游戏的代表包括阴阳师 王者荣耀、崩坏3、FGO等等 市场规模上看200亿人民币 台湾游戏市场在中国市场之后 也开始掀起二次元的风潮 如传体所代理的风之国度 在2019年开春在台湾也有很不错的成绩 对营运商来说 到底二次元游戏的特色为何 我们可以请业者来帮我们说明 二次元游戏的想法 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 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所谓的二次元游戏比较正确的讲法 应该是所谓的ACG类型的游戏 这是来自于日本动漫界的说法 动画、漫画、游戏 这三种族群的相循环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年人 从我们这些中年开始 我们小时候都是看漫画的 都是看动画、日本的小说、日本的游戏 这对营运已经成为一个回忆 而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 也还是在看新一代的作品 这个体系等于是它已经包含了新玩家 以及旧玩家的一些发展 二次元毕竟是一个所谓的动画、漫画、故事的一个形象 故事本身的叙述能力很重要 所以卖的反而是不要偏向卖说 你喜欢这个人物我们把它养成 然后跟着他一起去冒险 然后跟他有感情的羁绊这种角度 看好二次元游戏吸引玩家的优势 台湾也有业者将取得的IP以二次元风格来进行开发 我们来听听研发场切入二次元游戏开发的立场为何 是研自发的手机游戏 霹雳无双 霹雳布袋戏当作背景 然后用日系的动漫画工跟电竞的玩法 二次元这个市场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商机 越来越多的玩家朋友 非常投入在二次元的一些 不管是作品里面 或者是他们本身喜欢看之外 他们还有非常丰佩的创作能量 包括他们会自己做主题书 自己去做Cosplay 所以这群玩家非常爱这个文化 如果我们做了一款很棒的游戏 他们会更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 至于目前台场的研发成果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外商辖大量二次元游戏压阵外 台湾营运以及研发厂商也积极切入市场 并看好二次元游戏的商机以及吸睛能力 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 2018年中国已在开发的二次元游戏以上看300款 二次元游戏是否会走入同质性太高 快速研发以至于品质低落的产品充斥在市场上 使整个市场变得相对混乱 则是未来值得观察之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